至少60人声称投资超过160万元 购买虚拟货币进行投资 以为可以在一年内赚取20倍的利润 但却迟迟无法回本 除了向追债公司求助 他们也集体报案 来看记者洪慧玄的报道 48岁的前债券执行员吴建平 在2014年投资近6万元 购买跨国公司优放的虚拟货币 头5个月 他的虚拟货币金额确实翻倍 还能兑换成现金 因此不宜有他 但优放隔年突然宣称 因为要上市 所以冻结所有虚拟货币户头 还禁止提取现金 这才让吴建平起了疑心 他要转型 转型为一个股票上市 他肯定也有一个具有法律效应报告 会给我们投资者看 可是我大部分听到的是一个金字塔的证 然后卖掉我们所得的盈利 然后再继续再买进 这样的一个模式来获利 投资虚拟货币 以至血本无归的20名受害者 下午集体到警局报案 他们自5天前 也突然无法联系上 优放的新加坡负责人 商业事务局答复本台询问时表示 案件还在调查中不便置评 正在调查中 西大军事务局 今天 转型 七分之所 西大军事务局